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 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终于跟上进度 今天讲的主题是财务自由之路 你是先相信才看到 还是先看到才相信 哦 先生蛋还是蛋生机 所有的定律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 不管你今天 看的秘密这本书 或是看的吸引力法则这本书 或者是看的莫非定律这本书 或是看鬼谷子 这本书或是我今天推荐的这本书 财务自由之路 他们都是同样一个东西 我发现了这个秘密 就是他们在讲的东西都叫做精神 什么叫做精神 就是你要先相信才会看到才会拥有 所以你先看到了就不一定会拥有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就会去抢 这样有了解意思吗 就像大家看到股票上涨去追 通通套在上面 房地产上涨去追 通通套在上面 只要这个东西上涨 你去追通常都来不及的 通常会买贵 风险就会上升 所以你必须先相信 因为大部分的人并不相信 并不相信 所以他们看不到也做不到 我们就反过来 因为所有的书籍 你多看一点书 满满的书上 他们都会告诉你精神 精神 思想是跑在物质前面的 换句话说 你要具现化 你现在看到的物质 你必须先有想象 比如说 我先想象我要出国 感觉就很爽 所以我必须 先相信之后 我才会去订机票 看行程就是这样子出来的 你有可能是 先出去了之后 才开始订机票吗 听起来怎么怪怪的 好像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则 我大概掌握了 这个运转的规律就是说 你必须先相信 然后去执行才会有结果 你不管看再多的书 结果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告诉你 这个世界运作的规则 必须先相信才会拥有 你才看得到 但是很多人都会讲 眼见为时 问题是眼见为时的时候 通常来不及了 因为大家都看见了 大家都来了 这个世界有一个特色 叫做总量有限 什么叫总量有限 就像你去上班 这个公司能请多少人 雇多少员工 发多少薪水 其实是有限制的 其实是有限的 它不是无限的 不是无限的发薪水 它是有限制的 当大家都觉得 这份薪水很好 大家都冲进去了 录取率就会直线的下降 所有的投资 都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方式 所以 你要先在大脑里思考 只要你用大脑思考问题 这个道路就突然宽敞了起来 因为大部分的人 不会思考 不会思考 就像有些人觉得 我为什么现在买显示卡 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就特别的想问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就买了 你说我为什么要买 反正就是比较惨 我感觉 感觉好像是可以 其实是因为我相信 有些东西是会反转的 没有反转 也没有关系 我还要租客好不好 我还有股票呢 好不好 我还有期货呢 我还有债券呢 请问一下 会同时挂掉吗 不会啦 不会OK 不会同时挂掉 我的投资 已经呈现一种资产配置的分散了 已经呈现资产配置的分散性的 所以 我忘了说 我还有广告公司很多间呢 就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投资 我建议大家可以 看看这本书好不好 财务自由之路 有三集大家可以去看 看完之后 你就会捏一把冷汗 哇靠 原来我追求了一辈子的东西 就在我身边 人家都把秘密都写出来了 你还不愿意去看 我也没办法 书就这么薄 没有很厚 然后就这么简单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希望被帮助到 首先 你要先把时间空出来 你不断的上班 把时间都消耗掉 是没有未来的再会 保持 我可以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